我們現在看到哪裡?看到我們簡報的第11跟12頁 簡報的11跟12頁 這裡這兩個都是AI語音的辨識 AI語音的辨識 11頁的部分是介紹 就是在您自己電腦裡面 去執行的 因為 OpenAI它除了Channel GT文字式的生產比較有名 它其實還有兩個領域 一個是生成圖片 好生成圖片 第二個在哪裡? 第三個在哪裡? 第三個就是語音辨識 所以它其實有一個叫做Whisper 這個desktop 那有人把它 變成一個軟體 那所以我們如果你的電腦效能夠的話 因為它要比較好的顯示卡 跟機那個CPU 如果你顯示效能夠其實你可以直接用它 直接用它去生成 這樣了解嗎? 但是呢如果我們沒有 你也可以找一些線上的 像這些線上的有沒有 像什麼Vocal AI啊 GoodTab 這個網路上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 就是 像下面GoodTab每個月有90分鐘 就是你可以免費使用 那如果是Vocal AI就是 你有200分鐘的免費耳度 就是全部喔 只是說你可能老是要思考一下 就是說 到底你的這個內容 適不適合 丟到外面的伺服器上 因為如果你是比較有 隱私性的 或是有 就是 機密等級的 所以就不適合放在別人那邊去辨識 這樣你了解我意思喔 因此呢 我有推薦另外一個是在 12頁這個 這個呢 是利用 Google的 叫做 Collab 叫做虛擬主機 也就是說呢 我的檔案 我可以找YouTube上的 也可以找我雲端硬碟上的 但是呢 他 幫我建立一台 假的電腦 也不是說假的 是真的有電腦 只是虛擬的 那我在上面去把環境執行起來 然後呢 幫我做電視 電視完了 我那台機器就關掉 所以你的資料本身 並沒有上傳到別人的伺服器 這樣你了解我意思嗎 就是不是放在外面的那種 就是公用 比較算是 就是商業用的 或者公用的那些 Serve上 Collab雖然是 Google的 但是他就是一台虛擬主機 去把那個環境 弄起來 那你隨時可以打開 隨時可以關掉 好 啊所以 我是蠻建議大家 如果你的 資料 你覺得有隱私性的 或者是機密等級問題的 那我就用這個方式 或者是你用第一個方式 因為在你的電腦去執行嘛 那就沒有外線的那個問題 OK 好 那現在呢 你看 我打開我的教學文章喔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Vertu這樣子透過 透過我們的這個 Google辨識 是不是真的有點 不太好 對不對 其實很多人到這邊 他就指負了 為什麼 他覺得說 為什麼跟我的體驗差這麼多 對吧 其實我相信 他這個未來還在改 因為他應該會發現 這個也會 就是還不夠好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 有AI的幫忙 我就 更方便一點 雖然我是call out求救 對不對 那您看喔 在這邊 現在呢 我打開我的文章了 好不管他 第一件事情 這個老師你們參考看看 我就操作一次給各位看 好第一件事情就是 老師要到 Polab這裡 去註冊一個帳號 但是 跟老師說明一下 有些 學校的那個EDU的信箱 沒辦法到這邊註冊帳號 就是管理者有限制 所以如果你不行 就是您用自己個人的 那個Gmail信箱就好了 OK 這樣子 那我就 把這個 作者的 開源的 檔案 專案把它打開 好打開之後呢 他上面這裡 其實就有一個 虛擬主機的已經做好了 在這裡 在這邊 他有一個這個 層次的連結 我們就點過去 他就會幫我們打開 這個 Colab 打開了之後 看起來都是英文的 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但是呢 你就把他想 我就有一台虛擬主機 我現在要先開機 然後把那個 AI的環境先部署一下 可是你想說 要寫程式嗎 完全不用 你只要按下 Play就好 真的 就在這裡 你看 有沒有發現左手邊這裡都有一個Play的 好我就 先從 由上而下 由上而下 第一個按下去 他問你說 你有一個 層次的筆記 要不要執行 好按執行 那他就開始把 我的主機 虛擬主機打開 你會發現在右上角這裡 他就會開始開機 有沒有 打勾了 就表示完成了 你看他給你的記憶體 總共有13G 然後空間有80G 這樣虛擬主機就開好了 好 第一個 執行完了 好我們往下走 往下走 第二個 他說 你要把我一些那個AI的函數庫 要把他展現進來 那我就按Play 他就繼續完成 反正有完成 他都會在這邊 有一個綠色的勾勾 你可以知道他已經完成了 好 那我就等他一下 接著呢 第三個選項 這個是 不用特別執行 因為呢 如果你希望 直接存取Google雲端硬碟 或者是待會呢 就直接把檔案存在雲端硬碟 你才要授權 這邊我就不用 我就不要做 我就直接 跑到下面這裡來 這裡 所以 這個是載入AI的那個 辨識的模型 你看 我們AI在做語音辨識的時候 其實他有分他的資料庫的大小 有大小 因為越大的 他 記憶體 會用越多 有沒有 當然相對的 代表什麼 資料要比較大 資料 辨識度 是會提高 那他預設就是大的 好 所以呢 我按下執行就好 所以我們剛剛從上面執行到這裡 三個步驟 你的主機開完了 我的AI的環境就做好了 剩下的你只要告訴他 你的YouTube影片的網址在哪裡 然後 或者是你的檔案在雲端硬碟的哪一個 那個 分享的那個什麼 那個網址 接下來就可以讓他辨識 這個內容 但我們來看一下 好你看 這裡有沒有執行完了 有的對不對 綠色勾勾出來了 接下來 他就問你 有沒有你的影片在哪裡 那你要告訴他囉 所以 在這邊 那我剛剛呢 把他上傳到我的雲端硬碟 那我也把他共享出來 這個共享是 我只要知道 這個連結的就好 也就是說 讓他可以存取 我的這個檔案 這個我複製 完成 現在 我在這邊 告訴他 我的 影片 放在這裡 好 我就Play 那他會去抓我這個影片 把MP3抓出來 就是把聲音提出來 好那待會我們就可以準備做語音辨識 這樣了解 所以你看我們都是只有按Play 所以這個還蠻單純的 讓各位稍微看到 好的 因為我只有3分鐘 我們用這個服務有個好處 他大概是接近10倍左右的速度 所以如果我有10分鐘的影片 1分鐘左右就完成了 就是那個語音辨識 好那我們再往下看喔 往下看你看這裡 準備要辨識喔 但是 在辨識之前你要先告訴他 你的語言是什麼 預設是不是英文的 所以我要換一下把它變成中文 我們在右手邊這裡 這裡 可以變成中文 好 有沒有看到GH中文 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唯一要做的兩件事情就是 給他網址跟選隊語言 剩下的都是Play而已 這樣就好囉 那 我們往下看 往下看 待會 辨識出來的 就會再下落 因為我只有3分鐘 來有沒有看到的 有沒有出來了 那他前面呢會告訴你 幾分到幾 幾分幾秒 這段時間講了什麼話 你看 分享一個 這個也是AI的體驗 上禮拜應該看到 有沒有發現剛剛我們 做出來沒有這一句 真的嗎 現在大家都驚於腦對不對 呵呵呵呵 來 你看一下 比對一下 有沒有發現 只有分享一下 一下就沒了 呵呵呵 有沒有差 明明都是同一段語音喔 所以你們如果用手機錄音的 也會出現這個程序 因為我們手機有時候 那個聲音是比較遠 他不夠大聲 我們用Google語音判斷就會 死神 可是AI 真的把你拼得很清楚 很討厭喔 所以你看AI有了 這就可以幫助我們了 對不對 好那這個生成好的 你看喔 現在 我就 本來 這個生成完了 應該 還需要做下面這件事情 可是我發現他的程式裡面 如果做下面這件事情 常常做得不好 我做一次給你看 好不好 你看我按下 因為這個動作在把 上面的字 這些變質出來的 把它做合併 然後呢 稍微把它分斷 好那你看喔 我做一次 因為這個動作很快 你看一下 剛剛我們的是這個 這樣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他幫我整理之後變成怎樣 有沒有每個字都空一個 然後還被我變得很長 這個就不是我要的 這樣了解 所以我就不要這一段 好所以這段我就不執行 那我要上面那一段怎麼辦 來 在這裡 我就把這個內容 複製起來就好了 怎麼複製 我點到這邊喔 Ctrl加A 有沒有選起來的 Ctrl加A 我把它複製起來 那我就可以自己來開一個 文字檔 好我這邊來開一個 文字檔 打開 把它貼進來 把它貼進來 這樣是不是就有我自己的字幕了 可是 我必須跟各位講這樣還沒有完成 為什麼 因為雖然 看起來 有時間 今天 也有字幕的內容 可是 這個 字幕的格式不對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要真的給YouTube用或者是給Blu用 他必須要真的是標準的 這假的 就是說我只是一個純文字檔 他並沒有那些檔頭 就是真正的那些字幕的檔頭 所以我現在要多做一個動作 要洗產地 各位有沒有感覺這個名詞現在很軸心嗎 我現在是 真實 真實材料啦 但是因為 來自的地方不是標準的 所以我要讓它變標準的 那怎麼辦 我找一個線上的實務給各位 在這邊 好你看喔 我的文章裡面 往下走 往下走 好 其實我都寫得很清楚啦 只是說 有的人 實在是沒有那麼多時間看 我後面都有教學影片 好那你看喔 這裡 有一個 雲端的字幕編輯 也就是你不用下載的啦 我來這邊只是 穿湯過濾一下 就變國廠了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按下去 這是雲端字幕的編輯 那我在左手邊這裡 我把剛剛的文字檔打開 各位我們只有打開存檔而已 就這樣 內容沒有實質的轉換 好按下去 然後呢我找到剛剛我桌面上的 這一個 文字檔 有沒有字幕出來了 對不對 然後呢 下載就好了 都不用編輯喔 除非你有要改那個字幕內容 我就不用編輯 我來這邊 有沒有一個download 這樣就可以了 那順便提醒老師 如果你做的 比如說是你的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要不要 有這些時間點 不用對不對 你在下載的時候可以直接變成純文字 就是最下面這個選項 這樣就是只留下文字 就不會有那個時間點出現 那但是我現在要的是這個 所以我把它下載下來你看 這個就是標準的字幕檔案 那我把它存起來 好 我放在下載裡面好了 他的 標準的字幕就是SRT 這個 好就是這個 好我把它存起來 這樣我們工作 AI的工作就告一段落囉 就準備回到合入裡面去了 因為我現在字幕是不是有正確的 我就可以告訴他 Valoo 我來了 來字幕這裡 字幕這邊 有沒有一個導入字幕檔 點下去 告訴他 你的檔案在這裡 導入 好了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我就 OK囉 來你先 看一下 我們 現在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 也是AI體驗的 有沒有對到的 可能沒有完全對 但是沒關係 或是可以幹 生活裡面有沒有 有時候聽到某一首歌 但是 好 來 你看上面這裡 我這邊所講的 生活裡面有沒有 後面 是不是 有一部分的 其實在上面這裡 那你應該知道什麼編輯吧 我先聽一下 你看我們再聽一下 好 這點在 好 點這裡 這點在 生活裡面有沒有 有時候聽到某一首歌 好 到這裡 有沒有聽到 某一首歌 對不對 好 那你看 他不見得對得到 但是我的字幕是到有沒有 所以你就 聽一下 大概到有沒有這裡 生活裡面有沒有 好 到這邊對不對 那你知道換行怎麼換的吧 Enter 有沒有換下來了 好 那他 還是會切到一些字幕 我就把這個 剪下來 放回來上面 這樣了解嗎 然後後面的 這裡 按Delete 字就上來了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所以 所以 他跟我們剛剛體驗的那種 百分之百對的 是不一樣 可是 你因為有的AI幫忙 我的字幕其實正確度會比較高 那我就可以 用編輯的方式 其實呢 今天是因為我手拿麥克風 不然平常就是 滑鼠上上下下 就點一點比較快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你看 在這裡 我們現在 對不對 那我們 現在要跟大家分享 一個 好 比如說這個是 一曲的 我這個 履歷了上去就好了 這樣就OK啦 然後 這樣子 我就可以 因為我們的影片大部分都是比較短 我可能是五到十分鐘 或是十幾分鐘 所以我就 這個編輯的過程 其實就還好 這樣了解嗎 所以 以這邊來講 就是說如果大家想要有字幕的話 用這個方式是相對比較OK的 如果老師你自己 是不需要字幕的 其實你連這個動作都不用做 就是我不要產生字幕 然後呢 我們估計 一定要有字幕喔 我影片剪接好是不是就可以出去也可以嗎 如果你不要字幕的 其實你就 針對這個直接剪題就好了 就是聽一聽 這裡有錯的 我就刪掉刪掉 就OK了 因為他輸出的時候 來你看一下 你看我們在字幕這裡 預設是不是顯示字幕 如果老師你不是要當YouTuber的 沒有字幕沒有人會怪你好嗎 你就把它關起來 他 沒有字幕就是我們單純把它當作是一個影片剪接軟體 只是我透過 這樣 文字 處理的方式直接來剪 有沒有發現 當我把字幕關掉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少了一行 這樣這邊很單純 對不對 也很OK啊 也很OK 所以 這個是因為我平常習慣是 還是把它加字幕去拿 那所以我就會 像這樣再把它整理一下 但是已經蠻快的 因為有滑鼠上上下下就OK 那 老師有沒有發現 在我們這個過程裡面 變色過程裡面 好像有一些符號的感覺 比如說像這個 比如說像這個 有沒有 還有什麼 好像還有 還有另外幾種 看一下 這裡 喔 還有這兩個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在用Badu的時候啊 老師可以認識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在哪裡 在我們簡報裡面有 在 簡報的第 第幾月 喔有有有 在點報的 第10頁那裡有 我有稍微說明一下 如果你是點點的 就表示 那一個時間內 沒有聲音或聲音太小 所以 有些時候我就把它剪掉 好 再來 如果是問號的 就是他有真正的聲音 可是他不知道那是什麼字 他就出現一個問號 兩個問號可能就是他認為那裡有兩個字 這樣 這樣大概了解了 所以 您可以透過這個呢 如果不要的 你就可以把它刪除 像這個 我確定這裡沒有的話 你可以先聽看看 比如說在這裡好了 這個 這個 有沒有發現 然後會有一個 停頓 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它刪除 當然啦 如果你覺得 像這種片段很多的話 有沒有比較快的方式 有 對啊 直接把那個間隔直接縮短 在這邊 在編輯這裡 其實他真的功能還蠻強大的 在編輯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減短靜音區 區間 對啊 可以這樣用啊 點下去 OK 你看 他幫你偵測你全部的 他發現 這個 總區間 只有一個嗎 應該不只一個 應該不只一個 都選起來了 對 來 找到68個 那 最長1.92秒 你想要把它減短到多少 就是那個片段 那個靜音的區間 所以如果你希望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講話 沒有辦法每次都 一直延續嘛 可能有時候你會思考一下啊 那個時候 影片就會停頓嘛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減短 不要變0秒 或者0.1秒 這樣就好 那一調整 全部都減短 全部都減短 他就依照比例自動把你把那些減短 那另外一個 既然看到這裡我們就順便看一下 因為我們在做語音辨識的時候 還是有可能 某些字會辨識錯誤 我看一下這裡有沒有辨識錯誤的 這個我看一下 某 告訴你嗎 那是我們 現在 人家弄錯誤的 這樣還真的聽不清楚 因為 他 假設啦 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被蘋果拼了 吸力 你看 來 這個就是我講的 有時候我們就會講 中英夾掌 有沒有感覺吸力他也變遮得到 我講Google他也有 但是 Google自己的就沒有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你中英夾掌的其實他是OK的 好來這裡 電腦上 播的 這個播是不是就錯了 所以你可以找 來 你看喔 我播 來我問一下老師 平常你在Word裡面 網頁上 如果你要找字 快速鍵是什麼 搜尋的快速鍵 Ctrl加什麼 F 為什麼是F 放你的吧 對不對 所以呢 我把這個字複製 按下 Ctrl加F Ctrl加F 好 好 看一下 Ctrl加F 這裡我先關掉好了 好 Ctrl加F 來各位 老師你有沒有看到 右手邊有這個 尋找和取代 我就把 你要 搜尋的 有沒有找出來 好找出來之後呢 有兩個部分喔 有沒有發現我可以單純編輯字幕 也可以編輯影片 也就是說如果我找到這個字 我確定都不要 我可以直接把影片就刪掉 嘿他這個還蠻厲害的 那如果我只是字幕要改 假設我這個字有好幾個 我可以選起來 然後就一起改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 真的把它當做是什麼 就是 文書處理完體 所以我在這邊 好就告訴他好全部 然後把它換成播放的播 好 替換 那原本 字幕裡面有的就全部替換掉 就是像這樣 所以其實還蠻方便的 好 這樣子 老師有沒有稍微有點概念呢 可以接受的 OK 所以你看我們用 Vertoo的錄影 搭配他標準的製作方式 再搭上AI 其實你可以更體驗到他真正完整的操作 雖然沒有辦法像我們體驗版那麼完美 但是 找辦法 修正嘛 對不對 完美情人不存在 但是呢 找到最接近的 最好用的 這樣我們再用就會更方便 那 到這邊 這樣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我就要再把我的流程再加進來 好 來看一下 謝謝 看你 好